好多朋友都想看石鱼大战电漫 今天比拳头还大的石鱼来了 看看两大鱼界王者究竟熟强熟弱 直见见面的瞬间 电漫就发动了雷霆一击 几百幅的高压 直接让石鱼浑身酥软的瘫倒在地 不过石鱼的反应也是极其迅速 感到危险的石鱼立刻跳出圈外 迅速位移来摆脱电漫的锁定 他的速度很快 甚至出现了残影 可就在他以为能摆脱电漫的追击时 二者竟然相向而行 真是千里音源一线千 他不电你谁电你啊 误出所料电漫再次发动了雷霆一击 好家伙这次电的劲真不小啊 石鱼直接躺平了 很明显经历过这次电击的石鱼 面对电漫时已经彻底自闭了 不过众所周知 因为石鱼只有在数量众多的时候 才会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 所以再给他加两条伙伴 看看这回他们究竟能不能对电漫构成威胁 直见新到的队友很是亢奋 一看就是战力十足 我去 电漫竟然直接一个高压 将其中一个电云随后一口咬住 将其整个村下过程无比丝滑 此刻另一条石鱼的心态彻底崩了 跑得就和赛车一样快 收到车 最近我换了台新车 想问下大家买了新车后 旧的都是怎么卖的 像我那台开了两年的大众卖头 放瓜子二手车上 想不到还能卖13.5万 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 买家多价格高 车放瓜子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 比我跑一两家线下店卖的高多了 最近一年汽车掉价特别快 没错 他想靠自己更胖的身躯 把电麦给撑嘎 电麦直接一个超强点击 当场镇压 随后直接拿下 整个过程食人鱼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不过这条食人鱼 比起刚才那条确实比较肥 电麦竟然没能一口把它吞下去 等会儿 不对劲啊 这电麦好像被它给卡住了 我去 半天了还没吞下去 现在这电麦是吃不进去也吐不出来 这啥情况啊 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为队友报仇 我去朋友们 电麦不动了 我说大哥你可千万别吓我呀 你来我家的时间还没超过一个月呢 这要是因为吃条鱼把自己给卡嘎了 就你这智商我也不敢吃你呀 哎 他还活着 不过他现在确实好像卡住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 电麦是靠口腔黏膜表面的毛细血管呼吸的 但是现在他的嘴被堵上了 感觉这家伙随时都在缺氧的边缘徘徊 我已经拿镊子湿了好几次了 根本加不出来 请教教大家还有啥好方法吗 这电麦我也不敢徒手扣他嘴呀